灯光昏暗的治疗室内 我躺在台上双颊微红 神情迷离 崔乳师的气息逐渐混乱 随着她的动作继续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脸上火辣辣的烫 很快就会好的 再坚持一下 我是一名新晋宝妈 生完孩子后 为了能够更好地恢复身材 我摒弃了母乳喂养 选择了奶粉 刚开始的三个月里 情况一切良好 通过我的饮食加产后训练和修复 我的身材恢复得比生产前还要好 特别是老公的反馈 让我更加自信 然而在宝宝三个月的时候 老是生病 老公开始责怪 我是没有母乳喂养的原因 导致宝宝营养 没有得到充分吸收 虽然我知道 母乳和你奶粉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可是面对老公责备的眼神 和宝宝被病痛折磨的样子 我决定还是恢复宝宝的母乳喂养 可是我早在生完宝宝不久后就没有了母乳 现在想喂养也没有办法了呀 为此我找到了在医院工作闺蜜婷婷 希望能通过她找到靠谱的医生 在她的介绍下 我来到了崔乳师张超的私人诊疗室 看着面前年轻时帅气的 看起来年龄最多也没有超过30岁的崔乳师 我有些震惊 怎么是位男医生还这么年轻 想到接下来他要对我做的事 心里不免有些羞耻 但想到医生眼里无性别 女性妇科问题也都是男医生多一些 我也不再胡思乱想 认真地回答她的问题 产后多久了 她英俊的眉眼下的薄唇清起 带着一丝默然和疏离 修长的手指握着笔 在纸上记录着什么 看得我有一瞬呆愣 我轻壳一声 尴尬地掩饰自己的失态 三个月了 还能通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出自己的担忧 毕竟人家通乳 都是在刚生下孩子不久 我这已经这么久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成功 应该问题不大 先看看具体情况 可能疗程要多一些才能见效 把衣服脱掉 躺在台上 我咬了咬唇 扭捏地走到治疗台边 脱掉了上衣躺了上去 她转过身来 眼神扫过我的身前 带着一丝惊讶 我感觉脸上一阵燥热 我知道自己最吸引老公的地方是什么 可现在让我这么袒露 在别的男人跟前 还是有些羞涩 她双手戴上手套 开始用专业的手法 在我的身上操作着 我紧闭着双眼 尽量不去想此刻的尴尬场景 随着她的动作 我渐渐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感觉 既有些不适应 又似乎带着一丝舒缓 怎么样 还有希望吗 我焦急地问 之前残留的还有些淤堵 要先把这清通一下 你现在什么感觉 她低沉的嗓音响起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抿了抿唇 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嗯 好像 还好 她手上的动作没有停顿 继续说道 这只是开始 后面更换手法 可能会有其他感觉 你要忍住 我紧张地点了点头 双手不自觉地抓紧了身下的床单 那种奇异的感觉逐渐变得强烈起来 让我忍不住轻哼出声 她听到我的声音 手上的力度稍稍减轻了一些 放松点 不要太紧绷 现在看来情况比我想象的有些复杂 要配合仪器通过你其他地方来完成 说把她撩开我的裙摆 继续用手检查 而我努力让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开 她修长的手指偶尔触碰过一些地方 让我的身体又涌起一阵酥麻的感觉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 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要冷静 却感受到身体的反应越来越强烈 在张超的那个角度 我产生的每一处反应都被她一览无余 但她依旧严肃地皱着眉头 进行着手上的工作 最近一次亲密行为是在什么时候 我听到她的问题 脸又红了起来 怎么还问这种问题 但还是有些扭捏地说道 昨天 老公的需求很大 从我出了月子 就开始迫不及待地 每晚都要来上几回 许是她每次都只顾着自己的发现 虽然两人生活的次数不少 但已经很久 没有让我体验到 这种渴望拥有更多的感觉了 她微微点了点头 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 反而更加急促 现在要进行一些穴位按摩 你能接受吗 她抬起头 视线紧紧地盯着我 我一听这话 心猛地揪了起来 脸胀的通红 有些不知所措 但想到 这可能是治疗所必须的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咬着牙点了点头 嗯 可以 她得到我的答复后 便开始了所谓的穴位按摩 我紧紧咬着嘴唇 努力克制着身体本能的反应和紧张情绪 随着她的动作 我感觉身体里有一股火在乱窜 那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让我又羞又窘 看来 你产后恢复做得很好 她轻笑一声 金丝眼镜下闪过一瞬意味不明的眼神 随着她的动作继续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脸上火辣辣的烫 很快就会好的 再坚持一下 她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紧紧闭上眼睛 双手死死抓住身下的床单 努力去适应这种奇怪的感觉和状况 时间仿佛变得格外漫长 每一秒都让我备受煎熬 终于 她停下了动作 我微微喘息着看向她 尽管在宽松衣服风掩盖下 还是能发现她某处的明显变化 内心不免得到了小小的满足 虽然我已经生过孩子 但脸蛋和身材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相较于青涩的小女生 我身上的少女韵味 才更加吸引男人的注意 但想到我来这的目的 我赶紧收起这些心思 神色恢复了正经 今天的聊程就到这里吧 下次我们再约时间 听到她这样说我心中 竟然生起几分失落 张医生 我这什么时候能彻底通畅啊 她看向我 缓缓摘下手套 倒是有一个方法你想要试试吗 她声音沙哑 却带着一丝蛊惑 我心中一紧 下意识地问道 什么方法 她走近我一步 压低声音说 一种特殊的按摩疗法 但可能会有些亲密接触 我的脸瞬间红透了 心跳也开始加速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和紧张 接着说道 你放心 一切都是为了治疗 我会很专业的 我咬着嘴唇 纠结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下定决心般地说道 那试试吧 她微微点头 然后抬高我的双腿 紧接着我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贴了上来 透过间隙我顿时瞪大了双眼 张医生 这 别怕 我会很温柔的 她还想继续着下一步的动作 我慌忙用手抵住她 等等 张医生我 我觉得有些不太合适 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 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这是为了治疗 你要相信我 我摇了摇头 可是 这我接受不了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真是荒谬 我只是想要让母乳重新恢复通畅 可没想着做出这样的事 虽然她带给我渴望已久的感觉 但我可是有老公有家庭的 我不能违背道德 已经到这一步了 难道你不想快点通畅吗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蛊惑 我 我再想想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推开她手忙脚乱地整理好衣服 头也不敢回地跑了出去 回到家 老公拉过我迫不及待地询问 怎么样 有母乳了吗 我脸一红 有些慌乱地避开她的眼神 支支吾吾地说 还 还没有呢 老公皱了皱眉 有些失望 但还是安慰我道 没关系 可能还需要些时间吧 你多去几次兴许就好了 我点点头 心里却乱糟糟的 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公说起 今天在诊所那发生的事情 我害怕她会误会 会生气 可又觉得这种事情难以启齿 那个 我有点累了 先去休息一下 我找了个借口 匆匆忙忙地走开了 回到房间 我换下衣服 看着上面明显的红痕 心中满是羞愤与懊恼 晚间 闺蜜婷婷约了我出门 正好我准备问她 通乳师的事情 就答应下来 收拾妥当后 我正准备出门 身后传来老公泽的一声 带着浓浓的不满 说了多少遍 我不喜欢紫色 你怎能还穿这样颜色的衣服 还有你最近的皮肤 也不知道调理一下 都要长班了 听着她喋喋不休地抱怨 我的心里满是酸涩和委屈 和她结婚后 她就要求我辞去工作 专心照料家里 婚前的一切喜好 都被她以浪费时间阻挠 就连平时的穿衣风格 餐食口味 都要一一按照她的喜好来 就因为孩子生病多了一些 我还要努力 让已经停了的母乳 重新通畅 我突然感觉 我就像是个机械娃娃 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来过好自己的生活 明明在外人眼中 我们是那么的恩爱和谐 是人人称献的模范夫妻 可只有我知道 这看似美好的表象下 隐藏着多少 不为人知的痛苦和无奈 他们看到的 只是我们在人前的伪装 却看不到 我在家里所受的委屈和压抑 不知为何 我又想到了张超 起码在他眼中 我能看到对自己真实的赞叹 要是在以前 我一定会重新按照他的意见 更换衣服 迎合他的喜好 但现在我却不想这么做了 我丢下一句 穿在我身上的 我喜欢就好 紧接着俐落地关门走人 不再顾虑 身后他的脸色会怎么变化 来到闺蜜赋约的地点后 我迫不及待地 向他说出了 在诊疗室里发生的一切 没想到他听后 竟然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先不说他治疗手段是不是有问题 但他肯定是对你有其他想法的 反正你老公天天控制着你 这帅哥你吃了也不亏 听着他这样说 我又不可控制地想到了 在诊疗室的那些画面 我摇了摇头 把荒诞的想法甩出脑海 我都是有孩子的人了 闺蜜却耸耸肩 哎呀 你别这么死板吗 你想想 你老公那样对你 你就不想找点别的安慰 不行这绝对不行 我坚决地摇头 这是违背道德的 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闺蜜撇撇嘴 你就是太保守了 人生有时候 就是要及时行乐呀 我的内心有些动摇 但还是把不该有的想法 强压了下去 你这条戒指 在哪买的 我瞥见他纸截上的戒指 有意岔开话题 就附近商场随便买的呀 不知为何 我竟察觉到 他的语气有些不自然 眼神也似乎在躲闪着什么 他不是还是单身吗 怎么还戴上戒指了 可能只是装饰吧 我也不再在意 和他告别后 回到家中 老公竟然不在家 孩子也在保姆的陪伴下 天天地睡着 闲来无事的 我只好躺在房间 刷着手机 盯的一声 手机弹出消息 是张超医生 他向我约见下一次面诊的时间 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了半晌 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我咬着嘴唇 思绪不断翻涌 后续的治疗还是有必要的 毕竟早就预知了全部的费用 但想起他在诊疗室里的那些举动 又让我有些害怕和担忧 最终我还是和他约见了 明天的第二诊断疗程 还是一样的操作流程 只不过这一次我脑海里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我看着他温柔的动作 甚至开始幻想 如果上次我没有阻止他的行为 会是什么体验 一旦出现这个念头 就怎么也抑制不了 我不再像上次一样羞涩 开始主动迎合他的动作 我想证明 我并不是老公眼里那么糟糕的存在 像是个赌气的孩子 想要通过别人的肯定来认可自己 内心的束缚感最终被正破 我拉过他正在忙碌的手 紧紧地握住 他似乎有些惊讶 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疑惑 我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说道 张超 我画到嘴边 却又有些犹豫了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我想尝试一下上次的深入按摩疗法 话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 这一次我是彻底放纵了自己 我知道老公虽然经常打压自己 但我还是让自己成为了真正的过错方 对于已经发生的错误 我能做的就是及时更换正确的道路 在时隔两天的认真考虑下 我再次来到了张超的诊所 只不过他这次的态度让我有些震惊 你怎么来了 还没到开始下一疗程的时间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冷漠和疏离 这和之前的他判若两人 想你了 我伸手还住他的腰身 想在他的怀抱里感受一点温暖 却被他无情地推开 我很忙 没有到约定的时间 不要随便来打扰我 张超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他冷漠地看着我 眼神中没有一丝温情 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医患关系 不要想太多 我的心仿佛被重重地激了一下 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可是之前 之前是正常的诊断方法 经过你同意的不是吗 他打断我的话 语气冰冷 我明白了 我喃喃地说道 然后转身缓缓离去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 这个问题根本得不到答案 只能让我更加自取其辱 算了 就当作做了一场放纵的梦吧 梦醒了 就该回到现实了 我回到家 老公已经自顾自地坐在餐桌边吃着晚饭 还时不时地在手机屏幕上点着什么 听见我开门的动静 他的脸色瞬间转为不耐烦 眉头紧锁着 上下打亮着我 一天到晚在外面瞎溜达什么 孩子就交给保姆 饭也不做 娶你我还不如直接请个保姆省事 他的画像一把利刃 直直地刺进我的心里 我站在门口身子微微颤抖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紧咬着嘴唇 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 你别忘了 当初我也是有稳定的工作的 是你求着我当家庭主妇的 现在刚为你生了孩子 你就这副嘴脸 他听了我的话 脸色微微一变 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冷漠的神情 哼 那又怎样 现在你就是个吃闲饭的 什么都做不好 多年来积压的委屈 在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彻底得到爆发 我疯了一般 冲到桌前挥落桌上的碗筷 随手抄起手边的东西 就朝他砸去 看着他狼狈地闪躲着的模样 心中竟然生出几分快意 凭什么你永远都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来指责我 离开了你我照样能过得很好 他捂着被我砸伤的额头 一脸怯弱地躲在桌后 嘴上喃喃地念着 疯了 真是疯了你 突然感觉这些年来压在身上的窒息感退去 现在只感到无比地轻松自在 我不再理会他的谩骂 转身摔门离去 我再次约见了闺蜜婷婷 向她倾诉了这些年的委屈和痛苦 并告知她我准备离婚的消息 原以为她会支持我的想法 没想到她听后陷入了沉默 眉头紧锁着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我伸出手在她面前晃了晃 你怎么回事 你认为我不该跟她离婚吗 怎么会 我只是在想你和她现在提离婚财产 会怎么分割 她像是终于回过神来 一脸认真地说道 虽然现在的家庭开销是她在支撑 但如果不是我提供给她的那笔创业资金 她也不会有今天 孩子我肯定会要 至于那些财产平均分配就好了 我心虚地搅动着手里的咖啡 没有说出自己和张超的事 毕竟实在是不太光彩 你真的考虑好了 这次我不会再为她妥协了 我放下手里的咖啡 重重点头 和婷婷告别后 回去的路上我收到考虑张超发来的消息 点开一看是一条视频 视频里的画面让我瞬间呆住 那是我和张超在诊疗室的一些场景 可以截取的片段 让我看起来格外的淫荡主送 我的心跳陡然加快 手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立即把车停在路边 给她拨去电话变化 很快被接听 我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发出质问 张超你什么时候拍下的这些视频 发给我又是想做什么 30万买断这些视频 否则就立刻公开出去 她冷漠决绝的声音 从听筒那边传来 你这是敲诈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我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 声音里满是愤怒和不甘 听说你要和你老公离婚了是吗 如果这个视频被公布出去 想必你们的财产分割 就没那么顺利吧 对了 你还有孩子 能争取到抚养权吗 30万对你来说不难 哪个更重要 你自己考虑清楚 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我正正地握着手机 大脑一片混乱 她的话就像一把重锤 狠狠地敲击在我的心上 是啊 一旦那些视频公开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财产分割会受到影响孩子的抚养权 可能也会变得渺茫 30万虽然不是小数目 但和这些相比 似乎又显得不那么难以承受了 我坐在车里纠结了半赏 最终决定接受她的条件 决定好后 一路驱车来到了张超的诊所 走进诊所 看到张超那富得意的嘴脸 我心中的恨意又增添了几分 把视频交出来 你要的钱 今天就会到账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但微微颤抖的双手 还是出卖了我的情绪 张超却不急不躁 慢悠悠地说道 先别急嘛 等钱到账了 我自然会把视频给你 你最好说到做到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狠狠地瞪着她 放心吧 我只要拿到钱就行 张超耸了耸肩 我咬着牙 拿出手机 安排转账的事情 处理好后 我将转账成功的手机界面 递到她眼前 隔着桌子 她付过身 急不可耐地接过手机查看 看清转账成功的截图后 面上戴上一丝得意的笑 我的目光却突然被她 颈尖的项链吸引住了 那项链上挂着的戒指 样式竟是如此熟悉 我的心猛地一沉 仔细端下 那戒指竟然和闺蜜婷婷 常戴的那枚一模一样 难道是同款 但真的只是这样巧吗 不对 准备和老公离婚的事 我只来得及和婷婷说起过 她是怎么知道的呢 张超这个通乳师 也是她介绍给我的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只感觉有一股寒意 从脚底升起 传遍全身 无数个疑问在我脑海中盘旋 我抢夺回手机 亲眼盯着张超删除视频后 亮呛着离开 离开后 我想要亲口去质问婷婷 我要弄清楚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她会和张超牵扯在一起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但我又怕光凭自己的猜测会伤害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 万一 万一一切都只是巧合呢 我在心底默默安慰着自己 决定要先找到些证据 如果张超真的和婷婷有勾结的话 在收到我的转账后 一定会碰面 我把车停到路边较为隐蔽的一个位置 想要观察她下一步会是什么动作 我坐在车里 眼睛紧紧地盯着张超诊所的方向 手紧紧握着方向盘 手心里全是汗水 我的心跳得厉害 脑海中不断设想各种可能的情况 终于 夜里十点 张超从店里走出驱车前往另一个方向 我立即启动车子 悄悄地跟了上去 看着张超的车子 最终停留在一栋破旧的小楼前 停下 我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 不是婷婷家 看来是我多想了 心中紧绷的那根弦 似乎稍稍松了一些 可依旧带着些许疑虑 刚想驱车返回 就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 从楼上下来 轻易地投入张超的怀抱 我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那个身影上 当她走进车灯的光线中时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那熟悉的轮廓 那熟悉的姿态 竟然是婷婷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 仿佛有无数只蜜蜂 在耳边嗡嗡作响 怎么会是她 怎么可能是她 我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呼 我呆呆地看着婷婷和张超 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她们的动作那么自然 那么和谐 就好像她们一直都是这样 我的心像被千万只蚂蚁 啃是一般疼痛 我无法接受眼前的这一幕 无法相信 我最信任的闺蜜 竟然和张超有这样的关系 一切都像是一场噩梦 而我却怎么也醒不过来 这样看来 一切都说得通了 这一切都是她们的阴谋 为的就是从我这里敲诈钱财 不过令我想不通的是 婷婷为什么甘愿冒着这样的风险 做这种事 我强忍住内心不断翻涌的情绪 颤抖着掏出手机 拍下了她们亲密的画面 在宾馆短暂歇息了一晚后 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身心俱疲的我 强撑着起身 开始整理那些至关重要的证据 我把整理好的电话录音 还有张超发 我的聊天截图 包括昨晚拍摄到的几张照片 都打包发送给了相熟的律师 拨通律师好友的电话 声音沙哑地说道 这些 麻烦您看看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交代好一切后 我回到了家里 准备向老公和盘托出 自己出轨张超的事 不是为了寻求原谅 只是不想让这些成为别人 能够再次威胁我的手段 我既然犯下了错误 就要承担错误造成的后果 秘密一旦有旁人知晓 就不再是秘密 当我回到那个熟悉的家里 却看见客厅的地板上 凌乱散落着一些男女贴身衣物 还有一些不可言会的声音 从房间内传来 我心下一梗 放轻脚步 缓缓朝着声音来源的地方走去 你什么时候和你那黄脸婆离婚啊 放心快了 等我踹了 她就娶你进门 盯着房间内纠缠着的两人 我死死捂住嘴 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两人结束后 看到坐在客厅中的我 顿时吓得惊变了脸色 你 你听我解释 看着努力躲藏在她身后的女人 我冷静地开口 你先回避一下 我跟她有些事情要谈 女人先是一愣 随即快速地抓起衣服 狼狈地逃离了房间 我们离婚吧 我面无表情地说出这几个字 声音冰冷而决绝 紧接着不等她有所反应 说出了我和张超之间发生的事 她听后果然怒不可遏 扬起手来就要对我动手 我拿出刚刚拍下的视频 在她面前播放 现在坐下好好谈谈 大家还能体面地好聚好散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她同意离婚 对外就宣称感情破裂 和我最初设想的一样 名下的财产平分 孩子归我 处理好离婚的事以后 我也收到了婷婷和张浩的宣判结果 在大量确准的证据下 俩人最终以敲诈勒索罪 锒铛入狱 而我在收到亲夫的财产分割